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3号星期四 农历润2月23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十打十沉甸甸的成就 一带一路大家庭朋友圈越来越大 合作质量越来越高 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汕头作为越东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国家首批经济特区 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面对新发展形势 汕头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以交流促合作 以合作促发展 通过文化引桥 平台联桥 政策汇桥 经济巨桥 奋力书写桥乡新篇章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纺织服装和玩具创意 是汕头三星两特一大钟的 两大特色产业 连续两届服博会的举办 让纺织服装产业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阿联酋 潮汕纺织服装正以迪拜为中心 辐射中东和非洲的一带一路国家 在玩具创意产业方面 汕头玩具出口企业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 玩具出口实现稳定增长 今年一至二月 汕头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出口玩具十亿多元 同比增长98.8% 作为汕头美食名片的 陈海湿头鹅 也抓住RCEP风口 积极对接国际市场 自2021年12月首次出口以来 陈海湿头鹅预制菜产品 已跟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实现常态化贸易往来 今年一月 广东西望食品有限公司 一条满载玉制菜的冰柜出口到泰国 以美食为巧 以经济俱巧 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的一只菜做成做大 然后让更多的滑球 草上求人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草上菜 近年来 我是深入贯之落实 一带一路建设部署 围绕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生相通五方面 规划建设重大战略平台 促进对外贸易 文化交流 2022年 我是以备案新设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项目四个 投资总额1.8亿美元 其中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投资总额2269万美元 同时 以港口建设为头号工程 大力推进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 汕头港广澳港区 外贸集装箱航线达23条 汕头的玩具 石头鹅等特色产品 外销一带一路国家 更加通畅 便捷 高效 十年来 随着汕头进出口 朋友圈扩大 涉外涉侨法律服务需求 也热意增长 今年2月 汕头街 一带一路 涉外涉侨法律服务团成立 进一步加强 涉外涉侨法律服务 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 产业发展 阔步向前 文化影桥 凝聚人心 近年来 我是积极挖掘乔资源 乔中等26所学校 致力推广海外华文教育 让更多乔二代 感受潮汕文化的魅力 我觉得咱们家乡的文化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的是对海外华中华侨的教育 让咱们新乔也好 老乔的侄女 跟咱们家乡的发展 跟咱们家乡文化的培养 不会放层 近日在武士举办的 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乔助汕头高质量发展行动 正式启动 汕头市乔商投资企业协会等 共同签署倡议书 进一步凝聚乔新 乔力乔治 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 能够营寄更多的侨新侨力 来助推商投 我们相信商投越来会越好 特别是明年国际朝堂总会 在商投召开国际朝堂联益大会 通过这一次盛会 能够让更多的 我们朝级的华侨 华人光住家乡 助力家乡的建设 在海内外朝级乡亲的大力支持下 汕头成功获得 第二十二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和第十届国际朝商大会主办权 凝聚其海内外华侨华人 积极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 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当前 汕头正以高水平筹办两个盛会为契机 推动华侨华人同心同向同行 经济共建共赢 文化共享繁荣 在两个盛会主场馆所在地 东海新城塔岗维片区 市展会展览中心及配套项目 建设进展如火如荼 汕头市展览展览中心及配套酒店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是越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展览中心 也将是咱们汕头的新地标 目前项目上的400多位施工人员 昼夜不停 高质量快速度的推进项目的建设 机坑支户工程已经完成 装基础工程也正在施工当中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这座凸显潮汕文化特色和滨海地域风情的 汕头海岸线标志性建筑 有效承载和服务两个盛会 欢迎世界各地的亲人们回家 当前我是大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 用心用情当好服务企业的电小二 为广大企业在善投资创业提供坚强保障 近日深圳市汕头商会会长郑基明 立善出席乔助高质量发展大会 期间接受汕头荣媒记者专访时表示 汕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经济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大 深圳市汕头商会将在产业发展 园区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 拓展深善两地合作空间 助力深善深度协作高质量发展 这次回来汕头感受怎么样 我们现在觉得汕头的变化 从各方面的变化非常越来越好 包括整个市容市 整个黄金卫生 现在我们从朝阳过来汕头 也就是半个钟头 很快就到了都很畅通 包括这个营商黄金 各方面非常好 我觉得是进步非常大 目前由深圳市汕头商会投资的 深圳市汕头商会科技园项目 正加快规划建设 项目位于东海安京城 新西片区 是深善数字科创产业园 首个洛骨项目 项目会及深圳市汕头商会 各会员单位的资源和力量 共同建设运营 将致力建设成为 潮商回扇投资创业的示范工程 我们商会也就去年就在东海岸 建了一个深圳市汕头商会 这个科技园 设计完毕了 准备这个业就开始建设 这个项目呢 就去年到现在呢 我们这个这段时间的过程 包括整个设计规划 各方面呢 包括所有的这个 从那拍卖土地啊 到设计啊 整个过程 觉得非常顺畅 非常好 我们觉得非常满意 郑基明认为 加强交流 加强合作 是深善两世 共同的愿望 汕头要充分发挥 潮级桥商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促进两地之间 更多的要素便捷流动 信息互通共享 实现互帮互助 互利共赢 我们汕头商会呢 一直都是作为我们这个 深圳特企 还有汕头特企 两个特企 就叫呢 这个起这个桥梁的作用 对 起桥梁的作用 我们这个 一直也致力 这个推动这个 深圳跟汕头 两个特企的 这个协同发展 把这个深圳的一些 这个产业啊 引到汕头来 把这人才 也就到汕头来 各方面两栋 我觉得是 大有可为的 对汕头 螺非 起到非常积极的 发展 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对深圳呢 也会 起到复补的作用 化学与精细化工 省实验室园区 自去年11月 启用以来 着力推进 仪器设备 采购和安装工作 整合汕头大学 广东以色列 理工学院的 仪器设备资源 建设大型科学仪器 资源共享管理平台 目前实验室 首批仪器 已基本安装完毕 共享平台正式启用 企业和科研机构 可在网上预约仪器使用 眼前这台仪器 是月东第一台 600兆液体核磁共振波浦仪 可用于有机化合物 天然产物和生物大分子等 结构确证 聚合物特性测定 药品开发 分子构型构像 以及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等研究 在化学生物学 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 精细化工 食品工程等领域 有广泛应用 我们这台设备 配备了24位的自动净氧器 可以能够一次性进行 24个样品的快速检测 那我们每一个样品的测试时间 可以控制在5分钟 大大的提高了测试效率 目前 扇头实验室已采购 包括双球叉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 聚焦离子数 电子数 双数电镜 600兆液体核磁共振波浦仪 激光显微 共聚焦拉曼等在内的 1.7亿元 亚洲领先设备 首批到位的仪器设备 已基本安装完毕 其中 5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24台 最高价值的单台仪器 达3600万元 这些顶尖设备 可满足高精尖技术的研发 和产品检测需求 目前 第二批设备正在配备中 未来 整个仪器共享平台 可供共享的仪器设备 总价值将达5亿元 这些分析测试仪器设备 首先它的价值比较高昂 再一个 需要配备相应的 专业的分析测试人员 我们在提供专业的仪器设备的同时 我们又具备了 四位博士 六位硕士的专业分析测试人员 可以为企业实现更好的数据解析 以及相应的产品提升建议 未来 我们省实验室的一个平台 会扩充到30人的一个服务团队 当前 我是正加快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 其中 新能源 新材料 大健康产业 属技术密集型产业 企业在攻破技术难题 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 离不开科学仪器的助力 但大型仪器设备 价值昂贵 操作复杂 维护难度大 此前 企业得把样品送到珠三角 长三角 甚至国外检测 成本高 周期长 统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资源 推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对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全面提升汕头科技创新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 该共享平台将在化学化工 新材料 生物医药 食品环境等领域 实现设备共享 服务专业分析检测 借数创新支持 资质认定服务 企业联合创新 借数培训交流等功能 助力产业 高质量发展 那我们实现式 这个分析测试平台 可以正好恰恰是 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 能够更好的服务企业 推动企业的源头创新 将来我们与汕头市 本地的企业 会有更深入的一个合作交流 那除了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仪器分析测试 对样品的一个分析测试之外 我们还可以与企业 进行一个横向项目的 一个签约 包括我们更深入的 与企业进行 联合实验室的一个共建 成为全国领先的 卓越分析测试平台 增强镇接公共卫生服务功能 是贯彻百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的 一项内容 城海区根据寄生政策的 调整变化 及时推动寄生专干 转型为从事管理协调的 健康专干 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队伍 增添新的力量 助力打通基层 卫生健康工作最后一公里 近期 这一经验做法 入选第一批 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典型案例 近日 在城海区上华镇 岛门村卫生站 一场面对老年人的 常规体检开始了 村健康专干 陈泽云也忙碌起来 每次体检前 陈泽云都逐一通知 村里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详细告知注意事项 陈泽云从2009年起 担任岛门村寄生专干 随着2021年 国家调整卫生寄生政策 他随之转型为健康专干 工作方向 从原来上门收集育龄夫妇信息 转向健康宣传倡导 生育服务 生殖健康服务 及家庭发展服务 逐步承担起卫生健康职能 以前做这个寄生工作的 就是让我积累了更多的 基层工作经验 然后呢更多的了解 这个熟悉了解村民 使这个工作开展得更好 然后更好的为这个群众服务 寄生专干转型为基层健康专干 发挥了这支队伍 善于联系群众和开展群众工作的优势 在乡邻的东林美村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约300人 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 对于村里老年人的健康情况 健康专干增配传了然于心 由于我们村的人口不多 所以我对群众的基本情况是很了解的 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情况 平常我们有做一些信息登记广理 上门访问服务 健康专干还利用传统寄生网络体系 横向道边纵向道底 覆盖城乡各角落的优势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 走村入户服务群众 打通了基层卫生健康工作最后一公里 近三年来 上华镇共开展各类健康服务400多场次 服务群众21000多人次 其中就少不了健康专干的身影 我们现在上华镇的健康专干有18位 这个队伍的存在 他们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卫生院又跟辖区内18个村 进行沟通连接 又靠他们起到求粮扭带的作用 让他们密切的联系群众 我们卫生院开展这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起来就更加方便 更加便利 也更加有效 目前借助健康专干这支重要力量 城海区行程以区县为主导 镇接到副总责 镇卫生院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抓 村社区人口健康专干协助的 基层卫生健康工作新模式 增强基层群众获得感 我们城海区多挫病急 促进寄生庄港的转型 建立基层人口健康庄港制度 建立进床市集联动 苍野的基本公卫 隔项工作的新模式 实现基本公卫 服务责量跟数量双提升 今天上午 是生态环境局 召开生态环境治理新闻发布会 发布我是2023年生态环境工作计划 第一季度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和 炼江海门湾桥闸国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四类标准 炼江流域15条重要一级支流水质均达到地表水五类标准以上 今年 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站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 不断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全力服务实体经济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炼江整治方面将把炼江整治和产业发展相结合 将生态环境改善和群众综合素质提升相结合 推动炼江流域1.0向2.0版本提档升级 发布会上 陈海区介绍近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情况 要启动这个18维和这个苏西维两个片区的水黄境综合整治 来促进这个水黄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加大水资源的保护力度 要大力的开展这个绿化造林 来建设绿美城海 坚决打击 要破坏生态 这种违法行为 全力来创建 国家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 4月11号 爱我国防第七届南越长城杯演讲比赛总决赛预赛 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举行 我是陈海实验学校学生王思尹 以军胡装着国防梦为题参赛 以93.10分排全省第5名 获中学生组2等奖 比赛由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等主办 总决赛预赛分中学生组 大学生组 军人组 36名选手结合典型故事和自身实际 申请讲述不同时代的国防故事 展现与祖国共成长的生动画面 表达履行新时代使命的意志决心 在比赛中 我演讲的题目是 军胡装着国防梦 他讲述的是 在队越法卡山环机战中 班长将军符托付给爷爷 爷爷传给爸爸 爸爸再传给我 国防梦也随着军胡代代相传的故事 我们青少年也应当努力学习 储备知识 宣传国防 科技强军 用青春养我国威 用富强 写我国力 近年来 我是积极推进国防教育 静校园主题活动 把国防教育纳入 义务阶段日常教育教学中 将军事训练 列为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必修课 开展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引导青少年学生 在耳入木染 潜移默化中 接受国防教育熏陶 近期 城海实验学校德育处 被教育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授予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我是海巷 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推荐石炮台公园 革命烈士林园 大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 三个单位 申报第三批广东省国防教育基地 我们也通过国际校讲话 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 开展国防教育 也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 国防教育方面的比赛 国无防不利 我是要将一路既往地 把国防教育开展下去 让国防种子在孩子们心田 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花卉是我是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一大特色产业 近期汕头国家级 蝴蝶兰栽培标准化示范区 锦庄农时 开展蝴蝶兰种苗培育 已培育春鸟近三万株 蝴蝶兰有点娇生惯养 种植过程中需要精心呵护 在示范区密闭恒温的无菌工作间 科研人员专心细致地 对蝴蝶兰种苗进行猪培 猪培后的蝴蝶兰种苗 被放置到裂苗棚 进行几天的环境适应性过渡 再开展接种增植住小花盆 才能正式搬移到温室大棚 进行规模培育 示范区还做好蝴蝶兰等花卉的 种子资源保存 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 近期我是由四个蝴蝶兰新品种选送参加 今年广东省农作物新品评定 四个上农服务 上农红韵 还有上农红美人 还有一个上农印尼 为那个农民的大面积推广 做一些试验性的工作 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就是做好这 给帮他们想出一些办法 就是降低成本啊 提高效率啊 今年春耕期间 该示范区种植蝴蝶兰等热带兰杂交后代 及其新品种 出品苗近三万株 种植开花丛约1.2万株 为我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